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结果在中国大陆 他被一个跟官方有关的相关的共青团的微博网站 找出当年的旧文 就开始发起了民族主义式的抵制 那我们台湾大多数的报道就说 哇 他们抵制所有的品牌啊 看一下很厉害啊 没有报道的有三方面 第一个呢 是Nike把大家要求抵制的 这些共青团的人 结果Nike呢 就试着把他的女的网鞋 就丢到网站上 一秒钟就全卖光 第二个是中国的国务院总理 马上在这个事情发展到非常高峰的时刻 特别去看了德国的Adidas 美国的Nike的供应材料商 然后接着消息出来的时刻是怎么出来说 有网友拍到 网友怎么可能拍到国务院总理 而且可以被登在这个微博网络上头 也没有被删除 也就是说 中国本身其实是在这种民族主义的抵制里头 设下它一定的底线 让我们来看这个事情本身的发展 待会回到现场 请来并做最后的评论 探寻新疆人权状况 美国CNN记者 在与中国警察一系列的纠缠后 抵达南疆卡市 人物主角是马木提 与他已经五年没见面的两个孩子 CNN说 根据国际特色组织的报告 他们是成千上万 被迫分离的新疆家庭个案之一 马木提原本带着妻儿 在马来西亚宁博士学位 但妻子丢了护照 必须回到新疆主办 他带着两个孩子回国 一家人从此未在团聚 GNN记者在卡市找到马木提的女儿 莫荷丽莎 11岁的她与祖父母同住 那以后 She told us she'd not spoken to her father since 2017 And when we asked her What would you want to say to him If you could talk to him 你想跟爸爸说什么话吗 I miss him She later told me I don't have my mom with me right now I don't have my dad either I just want to be reunited with them She told me 而当记者问莫荷丽莎 妈妈是不是被送到再教育饮食 一家人警觉了起来 因为这是个禁忌的话题 爷爷还特意到门口 看看有没有人在监视 访问也很快地终断 莫荷丽莎的妈妈 之前一直住在福建的两家 但现在大门声说 We aske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f the wife is currently in a camp They have not gotten back to us CNN记者离开卡时前 与马木提示去连线 她正期待着家人的消息 That's my daughter That's my mother That's my father We've been talking to your father We've been talking to you We've been talking to you What kind of country does this to people To the innocent people 马木提的控诉 透过CNN传递了全世界 当然也包括北京当局 The two children had been living a simple and happy life with their grandparents in ancient city of Kashkow Until several days ago When some uninvited guests knocked at their door 中国海外宣传的 中国环球电视网记者 随后也到莫荷丽莎家里采访 他们说他们是 我爸爸的同学 They said they were my father's classmates They told me my father is now in Australia And I asked if I want to go there To reunite with him I said I don't want to go abroad I want to stay in Kashkow 官方媒体报道中的 沐河丽莎变成了快乐的女孩 并抨击CNN记者联轰带骗 利用无辜的维族家庭 捏造假新闻 又给中国安上骨肉分离的新罪名 报道说 沐河丽莎的母亲 因散动民族仇恨 证据缺着 在2019年已经入狱 并被CNN说的进入教培中心 还访问了马木提的父亲 让马木提赶快回国 负起养育儿女的责任 为了这则报道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还上了CNN 与当家主播阿曼波有一番舍战 为反制西方媒体 对新疆人权造谣默契 一些民间团体酝酿 要将北京外媒告上法院 英国BBC常年驻京记者沙磊 就考量人生安全 本周里经来到台湾 而这只是反映国际上 一系列抨击 制裁新疆人权状况后 在中国内部 引发民族主义情绪的 说影之一 而这场中国消费者的抵制 源于良好棉花发展协会 去年三月以强迫劳动为由 暂停发放新疆良好棉花认证 随后多家国际品牌宣布 因人权问题不再使用新疆棉 但这在当时没有引发关注 共青团翻旧帐 点燃了这把民族主义怒火 且在全球发表类似声明的 80多家零售企业里 就专门单挑H&M 因为去年美国智库皮尤 发表了国民反华调查中 0.1%85位居欧洲国家首位 全球仅次于日本 而这家评价服饰品牌 就来自瑞典 记者前往设有H&M销售门店的 新白CC帽 有工作人员正在H&M门店周边 拉起警戒线 门店外立面玻璃上的广告 也已经拆除 招出征的H&M 被迫收掉在中国的20家门市 各大电商也关停账号 而这样的场景并不陌生 纽约时报分析指出 2012年因为钓鱼台的反日 2016年因萨德导弹的反韩 都有企业因此遭殃 抵制日货与韩货的民族情绪 也花了一段时间收拾 而这次由共青团发动了抵制 以杀鸡儆猴的精准打折 凸显中国官方越来越懂得 引导民族主义 有关外国企业仅仅依据谎言 就拒用新疆棉花 当然会引发中国民众的反感 这还用得着政府去鼓动和引导吗 话虽如此 官方还是紧盯网路言论 抵制活动持续延烧 网红博取流量的跟风 已经触隔失控 官方监控有所警觉 而观察中国网路言论的 中国数据时代发现 抵制等词汇本周被严格扣冠 取而代之的是支持新疆棉花 我觉得咱们自己家里 家的棉花怎么都不支持 热厂被称为爱国行动的抵制 被转移到了立体国货 除了购物网红的推销 中国本土服饰品牌 正是以新疆棉产品共战市场 而小米与华为的 手机应用程式商店 下架了Nike与爱迪达的APP后 也让中国本土运动品牌 李宁与安踏 在港股股价一周内 涨得尽量车 李克强在江苏考察 而这是官方另一个讯号 中国总理李克强视察了 为Nike与爱迪达提供原料的 中德合资化工厂80幅 企图稳定外商投资 也为这场抵制运动 划下底线 判断 数据